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 待着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2月22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胡适 胡直,胡A 以前咱们聊胡适可能还有点勉强 但是这一期那绝对是叫胡适 因为他跟胡一进老师相关 最近胡一进老师又参加了一个什么论坛 这个胡一进老师目前是各种经济论坛的大红人 据说什么论坛如果不把胡一进老师叫去 那规格档次就低了好多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现在是流量为王的时代 就是要流量 胡适老师自带流量 说每次这个胡适进老师发问言之后 合影的人特别多 纷纷争先恐吓了于胡适进老师合影 不过这个也有他积极的一面 就是让这些胡适的这些小伞们 暂时万却了这个痛苦还有烦恼 我看了一下这个胡适胡指 又开始在搓揉这些中小投资者 小伞来回震荡 这次胡适老师也有什么高论呢 也有什么金句或者是什么观点 实际有很多啊 比如说这个胡指到了2009一下 那就是非常安全了 然后胡指到了2008 他一定要加仓 重新开始加仓 理由什么呢 是因为对中国经济的基础信心还是有的 经济增幅有些疲弱 但无论如何没有弱到股市这幅怂象 他说股市是怂象 他坚信反弹的那天中间到来 还有啊 胡适老师说他手中的强势股也开始补跌了 还有什么啊 他一旦他的账户方红 他绝不什么清仓离开 他要陪伴这个胡适走下去等等啊 大家可以看视频 您对 好 快问快答的问题啊 如果胡老师的50万资金亏到只剩30万 您还会再投入加到50万吗 是否会设置一定的止损线 如果啊继续跌 跌到2800点的时候啊 我肯定会加仓 如果再跌 跌到2700点 我会再加仓 因为呢 我越跌 我觉得我赢回来的可能性越大 好的 您曾说 我不卖你怎么割我韭菜 请问老师 如何进行心理建设 来面对较长期浮亏的股票账户 是这样 因为呢 我说我不卖别人割不了我韭菜 是因为我总体上是在低点买入的 我买入的那一天啊 是3144点 那天我开的户 第二天我开始买股票啊 第二天开始买股票 所以呢 我是在一个低区买的 我有信心 我有充足的信心啊 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股票还会回到3144点以上 什么时间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会回去 而且我还百分之百的相信 股票会有3300点 3400点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我的股票自然就回来了 所以我用不着着急忙慌的 把我今天亏损的股票给卖出去 我就等到那一天 所以呢 这是我所说的 我不卖别人就割不了我韭菜的逻辑 当然了 如果说您是5000年买的 当时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也没有研究那种情况 但是就我这种情况 我的逻辑我认为非常强大 好吗 好 还有一个问题 您曾表示买了一只烂股票 您能说说为啥选中它 是自己的分析 还是别人的推荐 那是别人推荐的 因为我刚买 那是我第一天买的股票 因为第一天我去基金公司 就是叫什么公司 证券公司 我去开户 开户呢 然后他们的人认识我嘛 认识我 然后这个一看老胡来了 然后开了户了 然后我说 我买什么呀 他们就给我推荐了几只 我就买了 我有一个小孩 二十几岁的小孩 他告诉我买哪只 买这股票 给我推荐了四五只股票 其中一只呢 就是那一只 但是那一只 就一直跌 一直跌 我就觉得它很烂 那剩下的几只呢 剩下的几只 曾经很好 但是最近也不行 也不行 但是呢 不是特别差 不是在我 其实我买的 最差的股票 是后来买的 后来买的 我的最差的股票 现在跌了 我昨天看跌了百分之二十六 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跌了百分之二十六 原来它就在 它是在它半腰中 我买的股票 结果它又跌了百分之二十六 我真的无法想象 这就是老胡的眼光 太差了 也是别人给我推荐 因为我也不太懂 经常有人跟我说 老胡你买这只 你买那只 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来 我一看 那就买了一只 结果跌得特别惨 如果没有那一只的话 我今天不会跌得这么惨 那一只脱了我的后腿 所以那一只还在持有 我持有 因为我觉得 它早晚会回来 再等着三千四百点 那那只 如果它要是爆发的话 很可能会有两个涨停 没准我就回来了 我们期待 到时候再给我们分享 您说要等到 整仓翻红的那一天 到时候您会如何操作呢 正好是延续刚才的这个话题 是离场 调仓 加仓 还是怎样 如果我有整仓翻红的那一天 那就是中国股市 有回来的那一天 我不会 因为经历了这一段 大家都伤痕累累的 很多人都说 经过这样一段 那么一旦 出现整仓翻红 我干脆卖掉清仓 但是我不会 我想呢 一直呢 跟着股民 跟着大家一起呢 希望能让股市的文化呢 稍微变一变 不要全是那么短期的 今天买明天卖 我觉得 这不是咱们大家 互相割韭菜吗 对吧 我赚了不就是 把你给割了吗 我希望的是呢 我们大家呢 看准那些公司 然后呢 持有这只股票 相对长久一些 不要急急忙忙 赚了就跑 赚了就跑 而且这样的话呢 我特别 尤其讨厌那些 大股东 他们今天买了 明天就跑 他们用着 他们的计算能力 是我们的小老百姓 根本就没法比的 我接触过 那样的大股票 大投资人 他周围有很多很多的 专家 有一支队伍在帮着他 在迅速做出决策 我们普通的股民 根本玩不过他 如果他要是要做短期投资 今天买 明天买 我们大家只能被他割韭菜 所以我觉得那样挺不好的 我希望呢 我们的股市文化呢 能够大家长期投资 当然不可能全是这样 那样的话 还叫什么股市啊 没人买 没人卖 但是相对的 不要这种绝对的 短期投机者 不要那么多 不要变成股市的 主导性文化 所以呢 我希望如果我能够 整仓翻红 我如果能够赚了的话 我会在我的股市里啊 我的仓里面 做一些平移啊 把那个 股票买成新的 我更加看好的股票 但是呢 我不会 然后拿着钱逃跑 好的 谢谢胡老师 通过这个视频啊 胡锦老师啊 倒也爽快 他透露了他一些想法啊 首先一个 他认为他进的这个点位啊 是低点 是低区 一定会反弹 但是谈到哪里 他不知道 他说了 你要是5000点进的 那他就管不着了 他不知道了 总之 3100点 那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怎么着 还得回到这个 3100 3200 3300 言下之意啊 他对胡市啊 胡指啊 涨到5000点 他是没有信心的 充分可以看出啊 怪不得网上有网民啊 举报 胡锦老师 实名举报 大威 胡锦进 唱衰中国经济 抗控中国股市到2800点 请有关部门严厉打击 要封胡锦老师的号 这么看的话 胡锦老师确实啊 有唱空中国经济的嫌疑啊 因为他说会跌到2800嘛 然后他上一次还说了 要不给来个痛快的 这么天天阴跌啊 涨一涨 跌一跌 跌一跌 涨一涨 不如来个痛快的 直接跌到最低点 然后他还说了 2800点 他也加仓 这个不是唱空股市 那是什么呢 然后他说了 对胡市啊 胡指涨到5000点 没有信心 对到2800很有信心 对涨到5000点 没有信心 这不典型的唱空吗 所以胡锦进老师 很危险啊 他这个号啊 他到底还能不能发言 这都不好说啊 这里面啊 胡锦进老师详细的谈到了 他拿了两只强势骨啊 本来指着那强势骨 给他带来这个盈利吧 或者至少是 让他的这个 缩小他的亏损 他现在亏损啊 已经超过5万了 我在上一期节目就说了 胡锦进老师啊 他那强势骨要补跌 结果你看 他今天自己就说了 现在也不行了 但是我想告诉胡锦进老师啊 这还没到地方啊 他那个强势骨啊 补跌 恐怕是刚开始啊 所以胡锦进老师这个账户 恐怕还得万下 挫一挫 胡锦进老师还忍耐一下 马上 胡锦进老师 战面亏损 恐怕就要扩大到15万 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说明 胡锦进老师买股票 就是下买 谁推荐他的信 那个营业部的20岁的小伙子 或者年轻人呢 给他推荐几只 他马上就买了 结果你看看啊 这营业部人家都是有任务的 推荐这些傻伞 就是去接盘 这个券商营业部 他都是干这个 千万不要以为他们 干的什么好事 他们都给那些装股 或者那些什么有猫腻的 他就忽怨那些散户去接盘 好让那里面的装出货啊 所以胡锦进老师买的那个 什么股票 跌了又跌 跌了又跌 当然了坑胡锦进老师最狠的 不是券商营业部的年轻人 而是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给他推荐了一只 已经跌的 叫跌无可跌的股票 他一进入之后 又跌了25% 你说这不坑跌吗 胡锦进老师被坑惨了 朋友给他推荐了两只强势股 本来是红的 赚钱 现在也不行了 至少说明啊 那两只股票 恐怕已经利润回土了 现在恐怕要亏了 从现在开始 胡锦进老师估计占面啊 再也没有一只红的股票 他有十几只股票啊 全部绿 一个比一个绿 从浅绿到深绿 胡锦进老师说了 他最惨的一只股票 30% 所以我为什么 给胡锦进老师定的指标 就是他赔到30%的时候 是我们要关注 准备随时啊 要见机行事 要去营救 拯救胡锦进老师 拉他一把 不能见死不救啊 不过我对胡锦进老师说的这个 先救股市 还是先救楼市 胡锦进老师他认为啊 要先救股市 什么理由呢 胡锦进老师认为啊 股民有两亿多 而股市不救 这两亿多人不舒服 天天骂他街 把整个社会风气的骂坏了 这个胡锦进老师啊 说的指着山阙了 股民两亿多 多吗 人均投资多少啊 楼市是多少人 咱们城镇家庭 户均1.5套 一套房子多少钱 户均1.5套 整个房产市值 670万亿 跌10%就是67万亿 没有了 多少家庭 撑压 再跌10% 130万亿 没有了 股民才两亿户啊 无论是从这个 人数上面 还是说从这个 绝对的钱数上面 你这股市跟楼市 都没法比 对经济的影响 那更没法比 要不然现在国家 305升的 一次又一次的 去救楼市啊 现在经济形势 不是很好 不就是因为楼市不振 导致的吗 没有人说 目前经济形势不好 是因为股市不振 导致的 目前说的最乐观的 无非就是股市涨了 然后股民赚钱了 股民节有可能拿着钱去消费 那充其量还是促消费啊 那第三个呢 绝大部分 买房的人 是加杠杆的 不管你首付是30% 还是20% 那不是加了杠杆吗 而股市呢 加杠杆的人很少 就很少有散户 跑去是吧 融券呢 或者什么融资啊 或者是其他的 加杠杠 所以股市 往下走 散户也就是骂街 其实不影响生活 而楼是不一样的 楼市再往下一跌 那很多 敢买房的韭菜 它就爆雷了 这是要命的 再加上如果它失业 那就完了 房子被银行收回 被法院拍卖 它首付款白付了 然后这个 房子卖了之后 还银行还不够 你还欠银行钱 你按揭白还了 你最终还欠银行钱 你股民 你学胡锦 对吧 你装死 装植物人 你不动 不管它从十块 跌到五块 还是跌到三块 那不还有三块在哪吗 没说你欠股市钱呢 这个性质能一样吗 胡锦老师 他不是不懂这个道理 他肯定是懂 天天叼盘 这个政策 他能不懂吗 胡锦老师主要是 进了胡市之后啊 挨了铁拳 现在云头转向 已经破房了 因为他有几套房子 他已经不用还安接贷款了 那个房子 他也不用天天 跑到中间来问 不会像股票一样的 把账户一打开 一看绿了 还是红的 绿了绿了多少 红了红了多少 每天都能看见 那个房子 没有人天天就问 说我这房子值多少钱呢 除非你想卖 你只要不卖 你可能不关心这个 所以胡锦老师 他有几套房 他不是 他的股市 才五十万吗 一共投入吗 他的房产多少钱 他北京一套房 说不定两套 我推算啊 怎么这两套 上海公司还有 那这房产 他那几千万 他就为了那五十万 他不在乎那几千万的损失 那他那几千万的房产 百分之十就是几百万了 赔掉他几个股市的钱 他不在乎 为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上头了 因为股市 他天天盯着 最主要是 胡锦的面子过不去 网友老是说的 调侃了 说他是个小白 新韭菜 都乐于见到胡锦老师赔钱 所以他很不爽 他希望自己有面子 马上就能赚钱 说到这里啊 曾经胡锦老师 是有这个机会 而且我一再提醒他 当时胡锦老师 一入市他就赚了 还四千块钱多少 后来赚了一万 我是建议他赶紧 马上立即清仓 销户 然后把这个交易记录截屏 如果当时他听了我的话 你说他这个时候 他多开心啊 这个时候他如果参加各种论坛 那你说他完全可以 吊打那些专家 他赚钱呢 然后把他赚了那一万块钱 拿去抄底 气死那些专家 气死那些看他笑话的人 或者企图看胡锦锦笑话的人 结果他机会在他面前 他没把握住啊 胡锦给了他机会 他没掌握 没有把握 就这么与机会擦肩而过 所以胡锦锦老师 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一定会在当时清仓 所以现在他已经失态了 他已经分不清大小了 为了股市那天阴头小利 他不在乎他的房子 赔掉几百万 那整个一个胡托蛋 你自己不在乎 对吧 你的房子反正没有安洁贷款 无所谓 扛得住 随便递 反正他也不卖 但是呢 还有那么的韭菜啊 刚需房呢 咬咬牙 七大姑八大一借了钱买了房子的 你就指着他下跌是吗 国家政策是在旧楼市啊 他居然说先旧股市 这显然跟国家政策唱反调 所以从这点说啊 这胡锦锦老师离禁言呢 已经不远了 受胡锦锦老师启发啊 现在很多这个胡市的啊 这些专业的 半专业的 或者是这些私募的 这些人 以前还假装这个很专业嘛 价值投资嘛 学习巴菲特嘛 还包装打扮自己 因为受胡锦锦锦现象影响 他们发现那些专业的 不受人喜欢 还是胡锦锦这样的 网红 对吧 他们更容易有流量 更容易受到关注 受到追捧 所以很多这个以前啊 极力把自己打扮成 专业投资人 什么价值投资 这些 现在都私下自己的伪装 哎 看是像胡锦锦老师靠拢了 不懂不要紧 敢说 带情绪 这个 比如说啊 什么林源 还有什么李培吧 这个 就办下投资的 最近是言语啊 言论 胡市的观点 是越来越出位啊 已经不像一个专业投资人了 两人公开喊话 他以前他们写的 讲的那些东西 还有很多可读性 就感觉还是在讲道理 现在呢 开始学胡锦锦 进行这个语言煽动 之前还收着说 认为胡市啊 现在机会是五年一遇 后面跌了 破了两千九百点 他就说十年一遇 再往后跌的时候 他就说二十年一遇的机会 如果再跌破两千八百点 这些人估计就开始喊 百年一遇的机会 来了 这不是夸张的啊 因为林元他已经喊出了 这个林元呢 史无前例的落官 他发朋友圈说啊 这辈子没求个人 现在就求大家买基金 当然了 他这里主要是买他的基金 他的私募基金 求大家 现在又说什么呢 他又说啊 胡指可能突破六千一百二十四点 就创新高 这些人不能不说 他受胡锦锦老师影响 他发现这样 才管用啊 不需要讲什么道理 对吧 你就坚信你那一套理论就行了 胡锦锦老师的理论就是他三千一百点进的 那绝对不是高位 是低位 只有你五千点进的 那不知道 不管他怎么跌 最终他会回到三千一百点 但是我想提醒一下胡锦锦老师啊 这个是有偏差的 就他的认知是有误差 为什么呢 就是指数啊 回到三千一百点 没有任何毛病 甚至会超过三千一百点 但是啊 胡锦锦老师所拿的股票 他未必啊 能够翻红 等到胡指回到三千一百点的时候 胡锦锦老师账户说不定还是绿的 胡指涨到三千三百点 胡锦锦老师未必能赚钱 胡锦锦老师说啊 他为什么三千一百点入呢 是因为当时啊 听了李大肖说的 李大肖说啊 这就是底 那结果他着急忙慌的入市了 发现这哪是底啊 这简直就是二楼啊 下面还有一楼 一楼下面还有地下室 地下室到底几层 到现在还不知道 他现在发现三难受骗了 扇了专家的当 胡锦锦老师显然对胡室啊 了解的不多 这个胡室李大肖啊 底下还有底啊 对于这个胡锦铭啊 把责任推到李大肖身上 这个李大肖也做了公开回应 李大肖说啊 希望胡锦锦老师能够坚持住 光明就在前方 再坚持一下 我们来回应一下胡主编 讲的提到问题 其实当时胡主编入市的时候 确实是政策出了很多政策 包括活跃资本市场 包括连民经济 包括后来的汇金公司出手 包括长期资金 社保基金 减资财政部等等等等 胡主编三二五兆 好股票 只要您是云前好股 我建议您还是坚持一下 曙光也许就出现了 就在前头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 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胡主编坚持一下 曙光就在前头 再见 不过我倒是希望 我们能够盼来出手 拯救胡主编老师的那一刻 等待那个时机 好这一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